这佩奇,傻到我都无语了,呀,大汉手持武器竟然毫无察觉,两人抓住时机,就是一枪狠狠地捅了过去,佩奇这才如梦初醒,金棒撒腿就跑,虽说没被逮到,但这血流个不停,好没多远就倒地不起,今晚算是无口服了,这是智利安蒂斯的群山,前几日退伍军人格拉迪和求生达人比尔来这儿玩,没曾想,一场暴风雪把他们困在这儿了,四周白茫茫一片,傻也瞧不见,背包里倒是背好了, 不少玩意儿,各种爬山工具,因有尽有,手机和一根小火柴,比尔带上自己做的护物件,看这个忍者神龟似的,好吗,看得是挺搞笑,但这能防雪盲真不错,看到已经在这儿走了有五小时了,除了雪,还真啥都没瞧见,天换黑了,得找个好地方歇歇了,格拉迪看着洞口挺好,能挡挡山峰,比尔倒觉得继续往山下走,内病资源可能更多,再说了,这要是火山口,万一喷了扎着,也不确定洞里会不会有毒气, 格拉迪觉得比尔正是在找茬,咋地咋地,他今晚是稳了,为哲,比尔只好点根火柴,正是洞里有煤二氧化碳,在森林里,比尔生活那是手道进来,火柴可就不那么回事了,这可是他们唯一的生活利器,格拉迪真是后悔给他保管了,到头来,比尔还是点了火柴扔进洞里,火柴还在手,今晚终于可以在洞里安心休息了,就是不知道明天比尔能不能成功生活, 经历了一晚的休息,天气总算是晴了,天天的任务就是找水人,在能点食物补充补充,比尔口渴得很,直接抓起血来吞,这下格拉迪真是见鬼了,现在求生专家都这么豪放,路上找到些浆果,酸酸甜甜还挺好吃,这些果子能提供不少肠分,给他们加加油,换了好一阵终于看点长青树,走进了森林里,这里木头多得很,比尔觉得就跟回到家时的亲戚, 沿着小路继续走,看到火山活动的痕迹,好处是,这路比较平,好走,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,希望山谷里有水源,比尔托恩激动起来,格拉迪一头雾水的看着他,原来是发现火山精石,可以做成绝料的切割工具,格拉迪心想,这家伙是不是太入戏了,不管怎样,比尔觉得事情正往好的方向发展,他见雨林,寻找水源去了,越往里走,地震越不好走,忽然眼前一大片悬崖挡路,真不想再绕道, 他格拉迪提出来了,用绳索直接垂下去,这活他挠手了,准备好了,格拉迪直接一蹦就下去了,比尔就有点手忙脚乱的,心神不宁的小心翼挪着,花了脑半天,终于到地了,正好这儿有个洞,可以今晚歇脚,还得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源,养壮汉溃山谷都可成狗了,还能碰上水呢,忽然听见水哗哗的,格拉本来还想让他煮煮再喝,结果看着是个火拳,格拉直接大口关起来,比矿泉水还甘甜啊, 圈水直接地下喷出来,完全不担心有污染,快天黑了,得回洞里准备生火休息去了,比尔瞅见好多竹子和藤条,正好拿来生火,格拉迪那边木头收集的差不多了,等着比尔秀操作,比尔拿玄武岩总生火器,用的有点笨手笨脚的,让格拉迪也采与一下,还特地借了他的鞋带,格拉迪一连连维其难,希望能针点着火,比尔信心满满, 但是生活就是不顺心,搞到天黑火还是没成,看到火星子一闪一闪的,但总是不行,这下比尔也没辙了,格拉迪本想讽刺两句,可看比尔那副模样,画到嘴边也咽回去了,只好试试电池能不能点火,结果证明,电池乱动不行,火中点上了火也没抽起来,结果火还是没生起来,今晚只好多船点挨着点睡了,比尔冷得直嘟,只好动动身体 暖和暖和,效果吗?一般般,勉强欧到天亮,得想法子赶紧离开这,找到水蘑菇,黏糊糊的满满当当的,本来打算顺和而下,可比尔突然来了兴致,感觉抓住才刺激,他才昨晚生不了火,是因为地方太湿,这回他信誓旦旦,能点招火,不知道会不会栽根头,回到昨晚的洞窟,格拉迪忙着弄的庇护所更忙活些,就算格拉迪火没生着,他也能暖和点睡,用数字搭个挡风墙,要是有火,热气能在洞里循环, 还着,天儿不错,干燥材料多多的,再给他一次机会吧,比尔也找新生火柴了,这回得证明下自己,吉尔比昨晚强多了,一下子白烟帽,比尔加大了摩擦速度,灰烂出了一堆,小心的放进火熔,一吹就涨,火熔终于燃起来,不能醒是真的了,关键是,等会儿能去抓住大餐了,这一下比尔乐坏了,真的不容易啊,他情绪澎湃,悄悄角落里缓一缓,这俩壮憾,狩猎也注定了完美计划,格拉迪跟着痕迹,找地上, 地方射陷阱,马上发现泥坑,这是猪外打滚的地,泥坑有些土豆,当幼儿当好,还搞洛尔当山神,这里只爱知去,平等成,就等着他自己送上门来,比尔用捡来的石头捣鼓成矛头,敲打着,丢打着风力了不少,为了更坚,别说手指都伤了刺猪皮,绝对没问题,罐子就简单多了,岩石上磨猪切口,一折力度足口子就完美了,壕头绑紧,特制长矛搞地,陷阱堂就位等待,前列有动静,格拉迪迈悠悠口, 一看,佩奇自己找上门,这一大头,够他们吃个痛快,格拉迪往左走,佩奇被赶着走,比尔听见动静,看见佩奇被赶来,看看这长矛威力到底咋样,佩奇没防备,走上去一呛,格拉迪拦不住,只好沿路追,相信不远了,血迹不少,路上看看来是凶多吉少, 果然,不然处,佩奇倒地不动,这下乐坏了,干净处理带回,比尔让等等,格拉迪想快点,还等啥,不是两万吧,比尔觉得大自然的平静停静,格拉迪小快弄回去烤着吃,他们处理猪肉,花了好一会儿,烤上去,肉香四溢, 芝拉迪迫不及待,觉得嘴里有糊糊的,爽,品尝美味之后,两人的关系也轻易了,虽然格拉迪不理解比尔的操作,但不妨碍享受美食,临天沿河走走看看他,一好梦,他们精神多了,有水有熏肉,撑个一两天轻轻松松,昨天听比尔的真是明智,否则半路就得趴下了,他们前里有两条路,要不走水路,要不闯竹林,最后决定走斑木区,走起来可能轻松点,挺好的点子,希望能找到个空旷的地方,格拉迪迫不及待,觉得嘴里有呼呼呼的,爽 格拉迪和比尔走了好一会儿,终于眼前一亮,湖边出现了,而且还有船,这暗默无密布,看来是要重返文明社会了,反正有烤肉吃,过得还算滋润,下回他们会去哪儿冒险呢?雪山上,格拉迪和比尔饿得不行,发现荷里踪迹,二话不说就不信件,这么大的木头砸下来,荷里被爷都挡不住,看到会不会有哪个倒霉弹层时,比尔回来一看,现场里真的有外卖,这效率得得无心好评,简单弄弄直接上火烤,吃一口大肉,搞得隔壁被爷, 一直嚷嚷,这是巨石山中部,爱达河州的,除了河里,还有其他野兽,不过最怕的是冻猪问题,本来是来滑雪放松的,暴风雪一来,驾鸡犬跑趟,带人的东西不多,秋生坛还能派点用场,比尔说先找庇护,我们得躲住这恶劣天气,倒许把地形都遮了,投着脚下,别滚下去,越下越深,雪越厚,走路越发近难,飞进半天才到森林,进去避避,汗湿了衣服,得找个地方歇血,前面有点不同,促进一瞅, 废屋一间,不知道屋里还有没有啥有用的东西,比尔一进门,就妥卸晒衣绳,这把叶总能拍下用场,格拉迪翻倒容器和地图,也许能助我们逃出生天,屋里不行,但外头有点小住,俩人忙不迭丑地图,能上高处,就能变方向,现在就想找山徒对照一下,比尔正在心憋气,金眼说,天会黑的比想得快,所以得先把这弄好,过夜最重要,绝对不能浪费,这些资源太宝贵了,这听起来,必须得有一个火, 火堆,这把身体别动着,比尔对他那一套生活技巧还挺有信心的,格拉迪的任务是找木头,把庇护所给弄稳当,俩人说定了计划,就够死忙活去了,格拉迪想着把那长木头给掰成俩半,用起来更顺手,就用两棵树当支点,想把木头掰断,然而只搞得自己满身血,还好没被啥东西砸下来,永无人有的框架, 加个屋顶来挡挡风险,得保够烧火的材料,确保咱们的小窝,暖和暖和的,这松树只挺合适,破地上能隔离冷气,弄好了探着,还挺不赖的,比尔写了根直的长木棍,准备弄根火棍,这边的燃料湿漉漉的,点掉不容易,得找快搭着硬点的木头,才能搞定,捡来的晒一绳,正好用来做火山,在屋里生活比外边人一多啊, 可惜这绳子有点旧,只能牺牲携带了,不过生活效果出奇的好,一会功夫就冒烟了,端子突然断了,这下糟了,不知道比尔能不能顺利点起火来,俩人被雪山混掉,天都快黑了,然而得需要格拉迪过来帮忙一起来钻木驱火,虽然底下烟雾缭绕,但是火种是没有的,意味着今晚得靠庇护所来保暖了,因为活动汗湿了衣服,格拉迪担心这样会让人动得厉害,俩人慢悠悠的挤进庇护所,就算盖了救生的, 还是冷得多多所算,只能相互依靠取取暖,他们也搞不清昨晚是早过来的,前一辆就得快点撤,赶紧动起来,天气终于好转,可以试着往高处走,确认下位置,追山笔想的抖多了,他们找到个事业好的地方,格拉迪对着地图和周围地形快速找定位,把笔和笔记本弄成个简易指南针,还真是拼了,头发都拿来单挂钩了,经过一番折腾,格拉迪差不多确认了位置,地图虽然旧了点,但也得将就这样, 只好打算往西流那头走看看,就认好了标的,就赶紧出发了,走着走着,店就开阔了,见面应该就是咱地图上画的那山谷,小夕可能就在附近,不知道这夕是冻住了还是改道了,只能留神的脚下,细细找找看,转了一大拳,最后还是找到了那小夕,但跟想的完全不一样,地图这玩意儿真不大靠谱, 格拉迪一不留神,脚烫水里了,心里全湿了,赶紧找袋坐下,两把袜子拧腻,真够强,没火,脚一下子就冻得慌,格拉迪只能动动脚,试着保暖,要是停下来,冻伤的机率就更大了,比尔觉得还是得先生的火,把脚烘干,再赶轮,格拉迪不想耽误时间,追着比尔筷子,两人正往峡谷另一头走,距了地越来越矮了,之前走的路肯定没了,沿着干水道走, 估计也难脱身,只能硬着头皮,尝过峡谷,找路,他们走到了一个新地方,这儿的植被都变样了,地上有条沟,旁边看着能过两车,格拉迪又找到路了,这回应该不会走丢了,要是这路没变,就沿着他走下去,应该能顺着这路找到人烟的地方,但格拉迪的脚状况不咋地,为了安全,最好还是找地方,点个火,把脚轰轰,不知道这回比尔能不能顺利点上火,格拉迪和比尔被雪山困着,两人找了个好地方, 能搭个棚,现在最要紧的,就是得升起火来,两人附近找了好线木头,堆成一堆,太阳嗨散给力,比尔回树荫找个干地儿,把钻木板准备好,压上去摩擦生火,下头烟运冒越多,比尔回心里着急,加快了劲儿,比想的还顺手,把烧焦的东西放火中里,慢慢吹气,格拉迪觉得这回滚了,比尔没让他失望,成功点着火,放火队里去,两人急火候等着,火队终于烧起来了,两人急忙把脚拿出来暖暖, 格拉迪感觉舒坦多了,现在能把周围的血化成水了,躲喝热水总是对的,再放了点松针,针是哪儿都离不开喝茶,这习惯刻在骨子里,格拉迪泡茶的时候,比尔去附近在搞线木头,顺便探探还有啥好东西,结果发现,有河黎的迹象,跟着过去看看,河黎还在那游泳,抓住一只就有肉吃了,那边的痕迹看得更明显,必须得跟格拉迪说上这个发现,在那喝几个计划,格拉迪差点尝哭了,两个人, 两人马上商量,决定各干各的,比尔搞陷阱,格拉迪去弄个窝,不得不说,格拉迪那力气真心大,可都要他一先挑,当地人靠四次陷阱打猎的,这陷阱方列物老巢附近特别合适,两人忙活一气,基本上都弄好了,找些石头放到河黎避过的路上,细心的弄好陷阱,赶紧闪人,藏好气味,看明能不能大快躲一,比尔对他的陷阱超有信心,太阳一落山,气温之夜降到零下12度,两口子紧接着去南, 别动着了,熬到天亮,马上去闯出陷阱怎么样了,比尔人远的就看见陷阱动了,快步跑过去一看,一只胖河黎躺那儿呢,这下激动化了,有肉吃,饿不死咱们了,格拉迪看见比尔带着河黎简直不敢信,河黎弄干净了,直接火上淘,吃不完的当铃嘴带着走,那肉味,想起了鸡肉,好久不吃肉了,再来一只河黎,度假也挺好,格拉迪心里那叫一个盼着,回家洗澡,吃了河黎肉,雅人接着上路,越往里走, 小格拉迪越觉得不对劲,这路老断,咱们还是沿水走靠谱,比尔觉得能出去就成,走这一路,平安无事,反正只被越来越密了,穿过小溪到山口,终于看见人烟了,路上车还挺多的,格拉迪的直觉没错,现在终于可以回家好好歇歇了,比尔小溪边找到小龙虾,肚子饿坏了,他想试试看,小龙虾钓鱼能行,这股是转是亏啊,都知道过了多久,比尔回来一看,真的有鱼上钩了,难以置信,反正今天不饿了, 这里是俄勒网的东峡谷,格拉迪和比尔不是来看雪的,他们要证明自己能在这儿活下去,温度已经零下午多,带的东西不多,饱满的正在毯子,最重要的刀就忘了,比尔不慌,得在块石头,啥都能干,现在得活动活动,别冻僵了,走着走着,就减点能用的东西,这种军类弄弄就能颠火了,看见了别无欲,只能来抓火虫,格拉迪提出,爬高看毯, 有上好东西,这一带啥也不多,周围瞅瞅,也就那块变化大点,不是峡谷就是雪线,反正可能藏宝的地方的下头,两人声量一下子就决定往那儿去,雪下面藏着石头,得小心走入,比尔和格拉迪发现了野向日葵,计划把葵花子里弄出来,葵花子能量足,吃了能加油,不过也就节节拆,没捞着多上, 在雪地里已经走了牢长一段,快天黑了,蹬得个窝了,夜里更冷,比尔还想再逛逛,这一块找不到能生火的玩意儿,前面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,格拉迪打算就此搭着棚,挖了坑,周围七块石头墙,底下垫草,这主意他觉得挺要的,太公了,动起来,没得生火,就得使劲取暖,得尽量让这个棚暖和点,收拾一番,还挺舒坦,挖的土,可以继续垒高点,分头找材料,就周围溜达溜达,比尔那拔草手艺可真 动作熟门熟路,搞了好一堆,意外发现下头藏着石头,趁火可能有,忙不得的拿回去,试试看,格拉迪眼看着石头了开花了,要是能点上火,那就再好不过了,比尔忙着弄那些菌类,准备点火,把菌类弄成怎么,绳子也准备好了,这点一混合更好点,关键时刻,看石头行不行,碰撞起来还真有火星子,比尔调整的角度,瞧啊瞧的,瞧的石头都快没了,一什么点上,摸死那厉害可还是努力点着了, 把火中爆起,来点风,烟雾救起,格拉迪看比尔成功了,今晚不出冷的直督所,眼人昏雪山里,气温在地趴下,火火呢热火火,生日暖火河,还准备了点大蒜根机,讨着吃,不知道呢还以为是来这儿也吹看星星呢,格拉迪想明搞个探布,这火就稳当了,其实探布挺简单的,用点对的材料就行,得把年布剪小怪,扔进能封出的罐子里,罐子得弄个孔,不用多大,石头一敲,基本上就搞定了,格拉迪弄了一阵,罐子 直接扔火里烧,烟从洞里飘啊飘,冷了以后,一看探布已经弄好了,现在收拾收拾,继续上路吧,今天太阳不错,暖洋洋的,不过雪化了,石头滑得很,走峡谷飞了老件,下了雪线,绿多了,水声清楚,他们经验老到,下游就容易碰点原因,越往里走,石头越湿滑,这么走下去,容易闹事, 只能原路回,湖上找路,抓树枝才上得去,比尔上去一看太险了,还是安全第一,只能下面走,走着走着没路了,商量一下,还是得回头,意味着他们白费力气,回去还得小心石头,格拉迪越来越烦,比尔怎么就都没用,恨不得夜里就走,这周围挺适合扎营,比尔还是想今晚就在这儿,河流平稳,钓鱼正好,冷静吃掉烤鱼,多香闷,格拉迪可不这么贪,还得看比尔那瓶嘴,要不是相机在哪儿, 格拉迪把步子一拳过去,凡不胜凡,只好同意在这儿过夜,这边有块岩石,挡风不错,就在这儿打个窝,两个人分头行动,格拉迪打算岩石下弄个暖和的窝,用树枝打成木桩架,秋地里去,附近甘草不少,拿来正好,撑一扯,一扯就是一大把,拿这些甘草回去铺地上,到时候躺那儿特爽,主要是格兰,保暖,格拉迪挺满意,还好有炭布,现在可以试着生活,就那大火石,往上一蹭,火星一点, 放火熔里,轻轻一吹,火就起,比尔那边情况咋样不知道呢,这根的被困峡谷,眼馋鸟儿抓鱼的痒,眼馋馋的直咽口水,沾紧周围找点抓鱼的料子,周围有狗斗草,比尔想的那搞根绳子出来,这玩意比明强劲,夏宇圈还挺认,拿来绑鱼线正合适,得把它捣碎,把里头的皮给弄出来,剩下的这点药的东西,满满的泥泥揉揉,缠起来比商店的还结实,比尔还瞅见动物骨头,打磨一番坐鱼, 鱼钩,想钓鱼,这些还不够,得来点诱饵,人家都找虫家,比尔想的不一样,他下了血本,要在西边找小龙虾,把石头翻来覆去,终于给翻出一只,看着家伙头不小,格拉迪肯定想吃,比尔也馋那口,但动想来钓鱼尝尝,骨头碎片刮线上,鱼儿一上钩,幼儿连骨头一块儿没,比尔对这鱼线挺有信心,连早上肯定能去上鱼,野外水不干净时,过滤主沸那是王道,流水边挖的坑,泥土绿过的 水清多了,现在回去瞧瞧格拉迪搞的咋样了,因地弄好了,听说比尔用小龙虾做幼儿,格拉迪那心情了,吃不爽,觉得臭袜子都能钓上鱼,觉得太浪费,小龙虾拿回来直接吃多好,比尔保证,绝对有鱼吃,要是没鱼,再搞点小龙虾,不管咋样,格拉迪想继续赶他的路,他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好玩的,半夜气温低到零下8度,有火堆也冷得慌,格拉迪还望不了小龙虾的味儿只能紧裹着自己做梦去尝, 第二天,雨滴花了,比尔心里咯噔着钓鱼的事儿,一扯鱼线,由东西在对抗,心急手快,一提干,鱸鱼上钩,这下乐坏了,没一刀石头来凑,翘哥师傅,鱼肚子轻沾尽,带回去烤着吃,格拉迪心里还惦记着小龙虾,不过烤鱼也挺诱人,拔着树枝,就想啃蛋肉了,吃饱喝足就赶紧收东西,继续上路,希望这回能一帆风顺,比尔可能还在消化呢,结果一不留神,就沾了个跟头,还好说就没啥大� 继续顺河而行,正走着呢,突然想起了放水警报,看那势头,水坝就在附近,水位正往上涨,赶紧往高处走,不一会儿水坝就在眼前了,这就意味着他们终于回到了人类文明的怀抱,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选择哪里冒险,这火摆设简直是我见过最具的一个,比尔单时松击材料就费了不少价,还得一直用刀子把木头修平,准备好了就开始转当木棍,地下很快烟冒出来了,比尔加大的力度,都不知道这火摆设, 能不能躺住,希望能点上火,这就是美光年英州,地貌多变极了,这边野兽多得很,环境恶劣得很,所以人烟稀少,就比尔和格拉迪想来这长长迁,现在温度都淋下了还下着雨,没想象的还糟,带的东西不多,绳子还算能派上点用场,看着树木的生长,比尔判断了方向,东边是海岸,资源可能更丰富点,格拉迪倒觉得往内陆走或许更好些,两个人沟通了一下,最后决定还是这海岸,得快点离开沼泽 到处坑坑洼洼的,路不好走,雨都开始变雪了,衣服湿透了,难道慌,体员低了很多人就挺不住了,他们不打算在这待了,加快步伐进了树林,一进去比尔就瞅见雪松,有好事,潮湿的地方,高处一般干热血,但这里不同,比尔和格拉迪往上坡走,时期还是挺重的,前列有个坡,希望上面好一些,石头上满是泥探险,得小心脚下,比尔最怕的就是在这儿一步小心摔着,幸亏摔的事没发生, 离开坡用了好一会儿,温度更低了,零下五度了,比尔和格拉迪的绑暖,不能停下来,除非找个好地方能搭着避风的,在这儿想生活简直是作梦,能找到个干地过夜就算走运,想到高处走了走,情况好点了,风险一停,终于见到太阳了,不过天也不早了,这儿有个地方挺干燥的,正好有棵树,在这下头搭着住处,再好不过了,格拉迪打算用周围的树枝赶紧搭个棚,然后用雨皮和树皮遮 这是他们能想出的最佳招数了,比尔决定不试图生活,直接和格拉迪忙着生事材料去了,找到了白化树皮,确保过后能用来隔热,松树枝倒是满地都市,格拉迪搜挂了一大把带回来,底面扑得差不多了,比尔在想要不要再弄个屋顶,格拉迪觉得不必这么大洞干戈,把雨皮搭上去就行, 最头疼的是衣服湿透了,树枝也湿打大的,好时候体温一上来,可能会蒸发出水汽,身上还是湿打大的,更难受了,为了通宗把枯枝撑起来,天黑前把避风的小窝给搭好了,吃直到明天又会遇傻傻呢,这俩哥们在丛林中饿得慌,现在得往东海岸去找吃的了,可现在是渴得要命,需要补充水分,比尔发现松楼上还有水珠,得浇浇渴,这松楼上的水就跟饮水器一样解渴, 苔藩上的雨水还挺干净的,苔藩里面有点可以瞎追消毒,一挤呀,苔藩里的水就喝得到了,格拉迪想起昨夜的洞的直哆嗦,睡得不舒缩,气温还跌到零下十度,真是动得要命了,比尔和格拉迪只能靠洞来洞去去呢,俩大老爷们半夜在野外吓忙活,几乎没法睡觉,要么在洞,要么在去洞的路上,说的罪可不小,格拉迪还期待比尔今天能生个火,他实在不想再半夜起来活动了, 身体现在还算硬了,干净撤离这儿,走了好一阵,格拉迪终于觉得视野开阔了些,海岸就前面了,潮汐池里有吃的,有60米高了,得小心翼翼的往下走,比尔到了海边乐开的话,如果不是水太冷,早就跳水里去了,只好把手伸进水里,感受一下,格拉迪看得都乐了,就跟炭子家狗狗玩水似的,就比尔别玩了,快点找资源去,两个人走上海滩,发现不少人类的垃圾,最关键的是找到潮汐池,边走边探,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,得在掌潮前赶紧多捞点东西,这食物没想象的那么多,俩人分头找去,比尔用刀把瓶子割开了,方便解些装东西,肚子饿得直叫唤,希望能找点啥吃的,格拉迪那边忙着把海滩垃圾利用起来,大多还能用呢,反正能塞的都往背包里塞,比尔一转眼就发现了海滩,这可是个好兆头,再给他们点时间,不知道能不能碰上龙虾呢,可潮水已经开始涨了,该是撤退找地方大帐控的时候了, 他们打算往树林里去,方便观察过往的船只,这边海风没那么猛,但还得多找点保暖的东西,商量了一下子,两人就开始各自找材料,这儿岛下的枯树还真不少,正好用来做个坚固的支架,晚上悬崖上肯定冷得很,格拉迪还找到干草,当保暖材料捆捆扛回去,把这些东西分为对好,还真想知道他们打算怎么用这些材料, 这两男人现在忙着在荒野中搭帐篷休息,先用绳子弄来的三脚架,能省不少事,稳当得很,只要绳子够结实就成, 比尔给这种帐篷取名叫枯枝帐篷,你没有见过吗,把枯树枝巧妙了围在框架周围, 格拉迪拿出钢锯4想缩小软木直径,结果还是都更管用,能轻松把它遮成两节, 两人努力了一番,终于把框架给搭起来了,但这些还不够保证晚上能睡个好觉,得生火才行, 比尔也想生火,但搭帐碰针飞了不少劲,他在想,又不等明天再说,格拉迪觉得比尔脑洞大开, 没火怎么行,今晚他可不想和比尔共温暖,比尔一听还是决定得生火,主要是怕格拉迪冷着, 虽然下雨不利于生火,但比尔有主意,账款就交给格拉迪,比尔去找生火的材料, 这儿的画树正狠的做蹦钻的横木,马上弹了两根长的做横木, 虽然营地里绳子多着呢,但比尔偏爱自然的,把这撕成两半,就当绳子用了, 这得承受得住上下洞的压力,主主得直且光,还得再打磨打磨, 格拉迪这边把树枝铺好,尽量挡风,现在差不多了,还留了个地方生火, 只要比尔能生气火来,这帐篷就暖和的跟有暖气似的, 往附近看看,能找啥帮忙生火的,收集了点干燥的材料, 求救信号用得上,格拉迪发现这边树干可以弄来树枝, 点火超方便,把刚收集的树枝做成火把, 简单又拐用,关键时刻,看比尔能不能点朝火, 比尔正忙着用树皮叠起来稳住蹦钻,现在快准备好了, 天也快黑了,看得不错,格拉迪正好收集完东西回来, 现在的两人合力,把火生起来,这蹦钻效果比想的还好, 一边说话,一边下面已经冒烟了,烟熏的几乎看不见板子了, 但是格拉迪催比尔,必须得快点,比尔真的加速了, 鼠皮突然飞出点真正毒盐,还好没啥大问题弄到了想要的火星, 比尔轻轻一吹,火就旺起来了,格拉迪乐坏了, 现在终于可以慢慢享受收集的食物了,边吃边聊, 两人还嫌不过过瘾,格拉迪本想去海边找吃的, 结果发现了浮标,这意味着附近有人,赶紧叫比尔来看, 虽然比尔不太想去,但格拉迪坚持要扎扎,没办法, 这好收拾东西一起去了,烟海岸走了好一会儿, 你发现房子了,格拉迪的决定没错,今晚能洗个热水澡了, 看这肥美的虫子,蛋白质超高, 哥比的背移都快馋哭了,拿去钓鱼也行, 简单搭个线,看看鱼儿会不会上钩, 让你选,你是直接吞虫子还是拿去钓鱼, 聊着聊着,鱼终于忍不住咬钩了,赶紧上钩, 拽上岸,来了条大鲤鱼,两人的大餐, 比尔和格拉迪一直回来亚马逊雨林打个塔, 没带啥东西,这边资源丰富, 绳子,鱼钩,相机,这就是全部家的, 这里资源多得很,够不着啊, 就是茂密植被让人找不着北, 只能找地方看能不能爬上去, 格拉迪看到那边一棵高树, 用砍刀开路,往前闯, 口中人肯定爬不上去, 也就训练有素的部队能行, 即使头弯断了,也能用绳子安全下来, 格拉迪爬速快得很,不疑惑就上去了, 空气清新,只被的颜色完全不同了, 内途有条河,或者是干了的河床, 绝对值得他俩过去瞧瞧, 比尔按照格拉迪指的往那画来的记号, 格拉迪一下来,他们就能马上开溜, 格拉迪觉得下山比爬上去费劲多了, 没啥危险,平停安安回到了地面, 每个一段就砍掉点树皮揉个计, 确保自己没走完, 比尔边砍边跟树门打招呼, 格拉迪听着都觉得后背发凉, 有点怕,这地方热得跟蒸桑拿似的, 水分消耗极快,走了老远, 终于能不顾水了, 这水疼挺多的,他们喝得够呛, 可格拉迪一砍,发现没水出来, 摸着还黏糊糊的, 这玩意儿不是真水疼, 喝错了脱水的更厉害, 下回的心看清楚了再砍, 格拉迪刚想砍, 比尔就制止他了, 你得知道, 旱季砍到主藤附近的藤外都会受影响, 格拉迪明白比尔是想保护自然, 但他真的渴得不行了, 此刻只想搞清楚, 到底能不能砍来解渴, 比尔想再劝劝格拉迪, 可他不听了, 一上去就准备砍, 关键时候比尔找到了真水疼, 这下他们能解渴了, 一刀下去, 顺手就砍掉了, 格拉迪还担心里面没水呢, 等了会儿, 水终于滴出来, 赶紧用水去解, 里头的水不多, 就够俩人湿湿嗓子, 但至少能让他们再撑一段, 水疼就是他们现阶段能找到的最好水源了, 想一开这得找到河流才行, 趁天还没黑, 再抓紧赶一段找个地方搭个窝, 这俩哥们被困在亚马逊雨林, 最坏的是天台时打雷了, 看着是要下雨了, 这有个粗壮的树可以靠靠, 为了安全, 要搭个高点的台子躲开地面, 俩人声让了下, 奔头找材料动数的, 附近木头多着呢, 格拉迪没打算搞得太奢华, 就随便弄个树枝平台, 比尔也拖了不少叶子回来, 盖子上头, 搭个临时屋, 刚搞定就开始下雨了, 小庇护所还露点雨, 两人享受着雨拍打的声音, 身心都放松了不少, 要不是知道他们在雨林挣扎, 还以为是在度假呢, 现在可以钻进去多多雨, 吸吸脚, 格拉迪已经累坏了, 只想快点睡觉, 比尔还在想了怎么跟格拉迪增进感情, 格拉迪那时候真想把自己的袜子塞到比尔嘴里, 让他闭嘴, 终于等到天亮, 他俩又得开始找路走, 边走边留下标记, 走得挺顺的, 大叫声来自野鸡, 他应该是在水边不远处, 格拉迪乐坏了, 可就是搞不懂, 比尔为何要停下来和野鸡聊天, 他现在只想快点到那儿去, 他们在亚马逊雨林里困了31个小时了, 周围植物繁忙, 树上水微线清晰可见, 这双一合流应该就在附近了, 比尔还在劝格拉迪跟自然界沟通, 甚至觉得格拉迪已经能和树聊上天了, 这时没说出口, 格拉迪气得要死, 真想扔把刀过去, 走着走着, 就发现路开始上坡, 河岸就在前面不软, 这还是他们来了这么多天, 第一次见到河, 格拉迪觉得可以造个木筏, 顺河而下逃出去, 不过最要紧的是得找吃的, 柱子早就饿得咕咕叫, 背包里有鱼钩和绳子, 钓鱼这会儿比尔在话, 格拉迪只好去附近看点树木做木筏, 比尔找到鱼钩了, 还得找鱼钩, 附近找了一圈, 终于让他找到点东西, 真想直接吞了他, 鱼装置很简单, 主要看鱼儿, 比尔就不信, 有鱼能抵挡的住着诱惑, 木筏虽简单, 但造起来费劲, 天气这么热, 真受不了, 比尔打算用棕榈叶变得遮阳的东西放木筏上, 可不是热的想找树荫偷懒, 格拉迪早就看穿了比尔的想法, 也就懒得说他, 一个人默默在岸边弄木筏, 真想今天就做完, 但太热了, 这么下去不中暑才怪, 还不知道这木筏能不能真带他们出去, 知道吗, 野外有种粉红色的花, 不仅好看, 味道也好极了, 吃起来里面的水饭像喝柠檬水, 比尔觉得有这花能再多成一个月, 不过格拉迪这会儿遇到难题了, 他难受极了, 赶紧找树荫卸会, 比尔还在弄棕榈叶, 格拉迪说先搭个避难所, 明天再把木筏弄好, 他可不想热荤头, 用木筏材料简单搭个棚, 不得不说格拉迪体质太好了, 基本没怎么些, 忙活了一大圈, 比尔编好树叶, 正好放上遮风挡雨, 两人还在忙着完善住所时, 鱼线冻了, 比尔眼睛手快, 一叫格拉迪就冲了上去, 拉鱼线那件特别猛, 肯定不小, 嘴好大剑才弄明白到底是啥, 结果一大年鱼, 格拉迪二话没说就敲晕了, 这下乐坏了, 晚上终于有肉吃了, 两人高兴的小庆祝一番, 搬到书下处理鱼去了, 打算做个叫花鱼, 把一丝裹上盖点黏土就成, 关键时刻看格拉迪能不能点上火, 相机电池也许能搞个短路点火, 靠近一看, 烟冒出来了, 轻轻一吹, 功夫不负有心人, 火一下就找到了, 差点连胡子戴着, 比尔整好鱼, 正好烤上火去了, 天黑的时候终于烤好了, 一打开, 鼻子一喷香, 两人不客气, 大口咬下去, 这味道比吃虫子强做了, 这下感同身受, 多一的那份快乐, 足以饱餐一顿, 竟然两人感觉贝尔棒, 速度加快了, 一早上忙着闻上木法, 是时候事实能否浮起来了, 格拉迪站上去感觉不咋地, 快沉了, 稳下来后, 勉强能飘两人就难了, 赶紧再加点原木, 让木法再长点, 还得弄个船桨, 比尔不知啥时, 强了个钟望, 格拉迪已经见怪不怪了, 不过真的挺搞笑的, 木法耗了不少时间和力气, 希望河流能胜利带他们走, 有多障碍物, 总的来说还算行, 虽然俩人够小心, 但最后还是撞上障碍物, 木法开始漏水, 幸亏前面不远有开阔的河流, 探到有人了, 心里内的激动啊, 意味着又回到了人类吻你, 走出样马逊后, 他们会去哪呢, 这真是倒霉透了的珍珠鸡, 先被石头砸了, 一流烟跑了, 谁知道背后还有人埋伏, 这棍子一想, 刺鸡儿就趴窝了, 两男的秀了前腹后仰, 只能怪他太野蝉了, 一烤圣火, 那香味飘满四方, 看他大鸡腿, 得也那边的野蝉哭, 这就是咱们的非洲大草原了, 气温得有46度, 正赶上旱季水是没有的, 植物也稀稀拉拉的, 想喝口水, 还得和这些动物们争论你死我活, 格拉迪和比尔来这玩, 别问, 我也不知道他俩怎么就在这荒凉的悬崖上迷了路, 带东西没一起呀, 对我人的是三明治都搜了, 还得弄清楚周围的地形啥样, 爬上沟处一望, 暂比西河流域就在前头, 旱季把这变成了荒岭, 但远处的植被看着绿油油的, 说不定那边有水, 先得急着往那儿跑, 水边肯定动物多, 得小心点它们不好惹, 所以先得搜索自然, 准备准备, 逼尔也目不着头脑, 这儿能找到啥好东西, 找个水源最好了, 就算是能挤出水来的植物也行, 可撞了一圈啥也没, 格拉迪倒是发现了动物的小路, 周围全是它们留下的痕迹, 这地方太危险了, 剪象分回去点火热, 要是换成被烟, 估计能炸出点汁来解吼, 这以前是瀑布一片, 寒几就什么也不剩了, 希望比尔那边运气好点, 比尔好像找到啥了, 大声喊格拉迪过去看, 地上那些树果, 明白只有捕食者在这儿打类, 格拉迪还没嚣张到能空手打野兽, 先做个武器比较稳妥, 快找个硬栏的地方干活吧, 比尔吵那些石头, 觉得能当避难所, 格拉迪一连忙, 说好的说完资源咱就走呢, 怎么现在又想在这儿过夜, 真当自己来度假了, 比尔列了一堆留下的理由, 天都快黑了, 格拉迪哪有不答应的道理, 他可不想再浪费时间, 出去找木头做毛病去了, 毛头就交给比尔去弄吧, 这瘦骨不少, 比尔打算慢慢磨尖, 比尔手里的瘦骨越磨越尖, 他觉得这下锋利的可以了, 格拉迪拿着树刚回来, 正好可以组中长矛, 格拉迪准备开工了, 有动静套进了, 扇扑上肺肺一大群, 把他们围起来了, 没想到, 比尔还真敢去剁肺肺群, 格拉迪一连忙, 他是打算亲自上阵跟肺肺矫劲啊, 比尔解释说没事没事, 只是打个招呼, 继续忙吧, 格拉迪心里立个慌啊, 武器都紧握, 比尔倒是轻松的很, 还问格拉迪要不要给你介绍个肺肺朋友, 心里琢磨着, 这长矛到底能不能让他们推散, 这俩哥们真是自找苦吃, 怎么找个地方休息, 都能惹上肺肺为官, 他们得赶紧把长矛弄好, 这样才能稍微安心点, 晚上得有一个火堆, 能把他们赶走, 比尔挑了脚附近的木头, 正在晚上生火, 寻木头到何时大小, 比尔那手摇钻法, 生火挺熟的, 格拉迪也来帮忙, 两人合力, 现在就看他俩怎么表现了, 格拉迪下手利索, 钻了几下, 烟就冒出来了, 手算得不行, 快换比尔来, 天快黑了, 比尔得加快手上的摩擦, 他觉得这火苗烧得差不多可以了, 现在就看能不能把这火苗, 捂到火堆里去, 格拉迪一边吹火, 一边盯着肺肺们, 在比尔的努力下, 忽总算是忘记来了, 晚上的压力一下子小了许多, 现在就看怎么住个围墙, 把自己围起来, 尽量多搜集木头和树枝, 住进生活, 也能挡挡野兽, 看着简陋, 但得轮流守夜才安全, 虽然夜里动物声音不断, 但没动物敢靠近这火堆, 俩人还算睡得挺好, 接下来得找水和食物, 用橡粉和锡纸弄成火种, 藏进黎阳脚里, 格拉迪用表定位, 保证不会离路, 南半球太阳正上头, 十二点方向对准, 中线就是北, 方向就对了, 还是买个有指南针的表吧, 今天温度太高, 得多喝水, 时刻都得防着中途脱水晕倒的危险, 他们走了好久, 目的地还老远, 两人一脸苦相,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, 温度越来越热, 身体开始吃不消了, 精神体力都在下滑, 对周水源补充, 比尔发现那边有羚羊, 走往水源的方向去, 好消息, 赶紧跟着羚羊走, 看了汉鸡, 一般都去草肚水族的地儿, 要真为水源, 格拉迪也不介意直接抓羊来烤, 不过这河床太干了, 羊群也不知哪儿去了, 只能继续走, 希望水源尽在咫尺, 比尔觉得空气湿润了, 心说得通过去看看, 前列那就是河了, 终于找到了, 太好了, 刚高兴找到水的, 就在水里吐进一头河马, 这下糟了, 我们手里的长毛扎不穿他的皮, 想让我倒去取点水, 结果旁边还有鳄鱼在晒太阳, 能不被他们递上, 已经算是万幸了, 还是别在这招惹麻烦了, 干净找别的地方,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弄点水喝, 这俩哥们能不能顺利弄点水喝, 这俩哥们在大草原上又和又饿的样子, 远处是水牛群, 看了他们都残酷了, 看看手里的长毛, 一下子觉得牛肉也没那么香了, 银子里有珍珠鸡, 听到这消息乐坏了, 赶紧退后去走我怎么能抓到他们, 比尔处了一眼表, 喝边的动物应该都喝好水了, 建议咱们先补水, 再弄些武器, 提高成功率, 俩人到了下游, 看不清水里有啥, 为了安全, 还是先扔两块石头试试水, 看着没啥大问题, 比尔拿起瓶子去灌水, 格拉迪找个安全的地方点火, 还好之前咱们准备了火种, 现在可以再用一下, 火苗就窜出来了, 比打火机还省事, 把瓶子架在火上, 至少得烧爽十分钟才行, 比尔渴得不行, 水凉了就急忙喝了几口, 现在感觉抓鸡应该不是问题, 两人手支武器敲敲绕到鸡的后面, 准备夹鸡, 比尔觉得差不多了, 手一甩石头飞了出去, 虽然砸中了, 但鸡没晕, 迅速通上去, 格拉迪也跟着上, 这只鸡没注意到背后的情况, 突然间棍得飞过去, 鸡就失去了知觉, 这下可把他们高兴坏了, 赶紧处理好这鸡, 处理好了就直接放火上烤, 肉香刺意, 他们忍不住就吞下去了, 一口咬下去, 这回肯定是鸡肉味, 格拉迪觉得这比某些店的还要好吃多了, 现在再来一只也完全没问题, 吃饱了喝足了, 就赶紧找地方扎营, 这最佳计划可能就是爬树上去, 只要睡觉别翻下去, 就没啥比这更舒服的了, 就要有水有机, 还有睡觉的地方, 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, 两人休息的不错, 现在继续赶入这绿色区域, 一进丛林, 感觉气氛就紧张了,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, 格拉迪赶紧示意比尔停下, 谁知道是大象来这儿找吃的, 我们的长毛他可不待见, 幸亏大象没发现我们, 快点绕道走吧, 格拉迪和比尔感觉这长毛就是个摆设, 就用它当拐杖吧, 前头有片空地, 绿色地带就在那不远, 也继续往前走, 太好了那边真有河, 这趟没白走, 忽然听见船声了, 探船往这边来, 俩人安心了好多, 这回吃的不多, 那基于我可真想, 或许再来一顿就没了, 下次这俩人会去哪冒险呢, 这一集, 比尔和格拉迪够惨的, 沙漠困住了, 就这么点肉, 找到了这些水, 真是比尔精挑细选的, 为啥这么惨, 得从几天前说起, 比尔和格拉迪开车, 吃纳米布沙漠玩, 到处都是慌的, 只有岩石和沙丘, 车坏了, 他们才知道节目组的用意, 带的东西不多, 车得拆了, 反光的东西求生是太有用了, 好在有工具, 很快就把东西拆下来了, 意外发现一小壶水, 开心坏了他们, 看这堆东西, 格拉迪觉得这些就能走出沙漠, 周围空无一物, 走一半可能就在了, 比尔觉得还是等救援最靠谱, 格拉迪在想, 自己是不是拿错剧本了, 烧轮胎能冒黑烟, 没工具, 正用石头, 一块块电车炸把轮胎炸了, 盯着容易动起手来踩之难, 重点是多填石头, 格拉迪的上岸大消耗体力, 石块赛的进去, 开局算是顺利, 轮胎放弃拆下来, 这螺丝太结实, 格拉迪也拆不动, 比尔用重量压螺丝就松了, 螺丝泻了, 轮胎也能拿出来, 格拉迪得把轮胎割开, 烧得更旺, 在车里生火, 烟囱效果别人远处也能看见, 再多弄点甘草树枝, 在轮胎里还得找水, 没法放松, 比尔提议用资源弄太阳蒸楼器, 地上挖个洞, 放点植物, 植物说阳光, 水分蒸发, 岩部留下来, 格拉迪觉得比尔的点子不太行, 总感觉挖洞出的汗滴水还多, 比尔也是没车了, 环顾四周哪像有水源的样子啊, 俩人就这么干, 这也是没水喝, 格拉迪也准备搞蒸楼器了, 他私下看他还有啥资源是能用上的, 比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出个小坑, 只能为这小洞加固一下, 比尔心里明白这活不讨好, 可在沙漠里找水, 真是难上加难, 这的植物看着还行, 应该有点水分, 关键时刻还得往里倒点王老吉, 愣出更多水来, 只要不告诉格拉迪, 他喝了肯定乐开花, 也不晓得这是能不能让他们多撑几天, 这俩大佬爷们困在沙漠, 喝得要蜜物坏了, 能找到的吃食大概就是甲虫啊蝎子啥了, 他们都喜欢躲石头底下避暑, 格拉迪转了一圈才找到的小蝎子, 这那么一点点小的跟指甲似的, 要是有一箩筐还差不多, 比尔想着要是专门找吃的, 也许能煮一锅大杂烩, 格拉迪除了蝎子, 在石头峰里还发现了那条呢, 小巴掌那么大点, 不挑食啥都能凑合着吃, 这样还能把周围的危险生物给清理一下, 赶紧弄堆火, 给自己整点热乎的, 格拉迪打算用太阳的温度来点火, 之前拆下来的那些东西正好派上用场, 很快就能升起来, 可这天气云层厚得很, 直接把太阳给挡上了, 一甲办法都没有, 如果天黑了还没升起火来, 今晚肯定冷得跟冰窖似的, 还好格拉迪没那么容易放弃, 终于云散了, 甘草开始冒烟了, 办食物架上火烤, 但小龙虾似的, 俩人也不讲究, 直接巴拉着就吃, 格拉迪头一回吃蝎子, 觉得这一味道比鸡肉还好, 蛇肉算了, 烤得跟木头一样, 啥味都没, 水壶里的蛇已经见底了, 明天非找到水不渴, 要是那蒸馏器不灵, 那真是没车了, 格拉迪现在就想靠岩石上睡会儿, 比尔在想, 他是不是忘了那辆车了, 别看现在被拆的只剩骨架了, 车座转绵绵的, 上面躺一躺肯定舒服, 这主意不烂, 只是得轮流手抓火别让它灭了, 太阳一下山, 晚上温度就剩8度, 第二天, 蒸馏器终于显功效了, 步上漏水挺多, 结果正好, 这点水珠解剖药可啥的, 最糟的是格拉迪感冒了, 要是他倒下了, 比尔可没折在他走, 趁两块考虑分头看探周围, 能上高处, 至少能看清楚去地形, 格拉迪的状况让比尔担忧, 不想他单独冒险, 比尔也能自己去侦查下, 格拉迪想趁还有气力帮团队分担点, 不得不说格拉迪真是汉子, 转不住了, 之后把水流给格拉迪, 希望正能助他完成探险, 格拉迪准备用镜子发信号, 让比尔知道他安全, 刮掉镜子背面涂层, 当眼镜用, 慌一慌, 比尔就能看到闪光, 只有比尔不下, 信号肯定能看见, 就带好了格拉迪自己去高处, 能找到水, 意味着大赢, 这跟了沙漠里拆塔车, 找能反光的白叶, 改造成反射器, 覆盖更广, 风扇拆了, 进天贴上, 想着发光就拆在DJ台了, 格拉迪忍晒改向高处, 登山底拥抱好一阵, 发现营地后面有峡谷, 估计那才有水源, 赶紧用破镜子发信号, 比尔一直在看, 希望信号清楚, 希望信号过去没问题, 格拉迪看到回信, 松了口气, 但回程也够强, 比尔那已经做好高级求救器, 360度反射无死角, 路过的必看到, 格拉迪终于走回来了, 没水源, 但山级峡谷可能有, 对比尔来说已经够好的消息, 蒸油器聚了点水, 比尔准备带水去探, 格拉迪也去, 探在石头多不多, 虾谷斗蛋, 落叉蛋, 绿植动物迹象多, 必有水, 比尔肯定下面有水, 格拉迪下不去了, 看比尔的了, 下去得小心, 石头脆弱, 比尔只能慢慢找路下去, 多亏了格拉迪, 省了不少价, 总算是安让无恙的到了下面, 格拉迪也没闲着, 回营地去打救援信号去了, 就算没事找事也行, 比尔随手一挖, 吐湿漉漉的, 附近肯定有水, 得赶快找找看, 突然比尔激动起来了, 这水源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, 格拉迪还蒙在鼓里, 没知道比尔已经找到水了, 所有能想到的求救信号都弄好了, 比尔还没回来, 格拉迪有点担心了, 得亲自下谷一探, 格拉迪和比尔, 这是真心实意的互相依靠, 比尔之所以持之不归, 是想把水烧开了再给格拉迪喝, 营地里不是有火吗, 他这是多此一举啊, 附近找了何用的材料, 弄火炬, 这回比以前专注多了, 火星一下就挫出来了, 功夫不负有心人, 火一点水开了, 格拉迪也到孤底了, 真是辛苦他了, 身体越来越不对劲, 还土了, 还不断因为比尔没立马回营地, 格拉迪虚弱的走着, 终于看到了比尔, 比尔已经煮好水了, 得赶紧给他不顾水, 格拉迪狠狠的喝了起来, 感觉好多了, 还得去水边降降温, 幸亏水源离这儿不软, 格拉迪兴奋的扑通一声跳水了, 好久没这么快活了, 突然听见飞机声, 得快跑回营地, 他们没看见飞机, 还以为救援没戏了, 远处车辆驶来, 马上点起信号火, 总算是他们看到黑烟了, 这下子他们能回雨好好休息了, 真想得到荒野里还能吃上美味, 看得水里海龟馋哭他们了, 格拉迪二话不说扑通一声, 水里直接抓起来, 简单处理下就扔火上烤, 这香味太勾人了, 不会是真的鸡肉吧, 这是古巴最大的湿地, 这的生物危险得很, 比尔和格拉迪可想跟这儿的鳄鱼来的较量, 只是现在找不到出路有点急了, 难忘眼镜, 迪视这行头里头最值钱的玩意儿了, 比尔瞧着这些鸟儿都往南边飞呢, 他想着先撤住这沼泽, 去干爽点的地方, 两人你一眼我一语直地往内陆那边走, 现在这温度, 六三十三度, 湿度还过了九成, 沼泽地走起路来内角一个费劲, 走了那一会儿, 比尔和格拉迪就觉得有点招不住了, 有趣的是, 尼尔就然穿着人字拖就过来了, 格拉迪看着这一幕,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, 就希望这人字拖能撑到咱们撤出沼泽, 比尔一路小心翼翼躲着水里的石头, 转头一看, 不远处居然有鳄鱼悠哉游哉的, 他那儿一动不动的, 像极了斗剧阻放的, 这鳄鱼的地劲, 两人紧张的四下张望, 只能慢悠悠地绕道走远点躲避鳄鱼, 格拉迪觉得得整处把东西来防身才行, 可必不然还有另一只鳄鱼, 真是太险了, 格拉迪抓紧时间搞把武器, 以防万一, 这帮能让两边保持距离, 步度不反击的话还能拍摄用场, 比尔对这玩意不抱啥希望, 鳄鱼一有动静, 他就吓得要死, 他只想离这儿远点, 格拉迪临走还得说句硬气话, 要是撞上单的, 肯定给他好看, 走出过鱼地盘后, 两人在沼子里走了老远, 也不知道多久了, 喉咙早就渴得跟什么似的, 好在这附近有凤梨, 虽然凤梨没结果, 椅子里还存着雨水, 至少不会那么容易脱水晕倒, 可这些还怨忍不够啊, 最关键的还是得找到淡水来补充, 带来速度就不快, 还得时刻提防的鳄鱼, 最倒霉的是, 格拉迪一不小心落水坑里去了, 还好他抓住了树枝, 不然等比尔反应过来就晚了, 狼狗迪抓住比尔的手爬上去, 庆幸没咋地, 这沼子比比咱们想的还要凶险, 比尔心里有点操心格拉迪的健康, 格拉迪那皮实的很, 没啥大不了的, 不过还是得快点撤, 走了老长一段, 终于瞅见战来的土地, 天寒没黑, 格拉迪打算再走那么一截, 比尔琢磨着, 格拉迪是不是吓得有点傻了, 有汉地不战, 难不成今晚想泡水里睡啊, 他又开始念叨, 这时候格拉迪只能认命啊, 格拉迪提出搞个离地面高点的平台, 防疫里鳄鱼来找麻烦, 都比尔道觉得生个火什么的就挺好, 不必那么小心, 简单声量一下, 他俩打算各干各的, 一个大窝一个生活, 还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顺利搞定, 即便是潮湿的环境, 也能找出干的材料来, 棕榈树里头, 那高纤维的材料还真不少, 但说到底, 重要的是那生火的工具, 格拉迪这次是真下了血本, 把望远镜拆了, 就为了那镜天, 现在就看着太阳能不能帮上忙, 给点火, 为了薄心起见, 还加了点千笔蟹, 可这天一点面都不给, 说下就下, 格拉迪只能把材料保护好, 但与些人在说, 比尔就利用现有的环境, 尽量少砍树, 打个窝, 虽说没带绳子, 但这附近的树皮结实的呢, 效果棒极了, 动作快的话, 这屋里很快就能打好, 看着还行, 再加点棕榴液, 简直就完美, 地上还得铺点树枝, 和地面隔开, 忙活了半天, 终于让我给弄好了, 唯一的烦心事是, 这蚊子可真够强, 得升个火, 而它能熏走, 还好雨没下太久, 格拉迪赶紧趁机升火, 很快就开始冒烟了, 再坚持火就行了, 可这云跳过来把阳光全挡了, 真是被, 怎么办呢,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用镜片晒, 不愈让心情差透了, 还好没放弃, 这火总算是点着了, 赶紧把火种弄回营地去, 有了火, 有了窝感觉还行, 能好好歇息一会儿, 格拉迪这才把脚烘干, 特别懂, 在沼泽地里没火多危险, 雷声越滚越近, 看来今晚得下一场, 就希望比尔大的屋顶挺得住, 昨晚虽然没啥意外, 就是那蚊子特烦人, 俩人继续赶路, 要离开这沼泽地, 扔了好大一圈, 总算是到了开阔地, 眼前就是汉地了, 虽然估计也会多些, 大家都盼着能找到的淡水解解渴, 一进来就瞅间那边掠了个凤丸, 细看近视的自然景, 下面极有可能是淡水, 得下去瞧瞧, 格拉迪漫条四里往下走, 这周围珊瑚挺尖, 最好更小心翼翼地蒙下爬了, 现在能用手摸着水了, 鸡毛尝了尝, 可惜尝出来是咸的, 喝不得正想回头, 看见水里似乎有啥东西动弹, 然后一只海龟冒了泡泡, 他不想放过这机会, 直接一头扎进水里, 这整得比尔心惊胆战, 好在格拉迪漫人无恙, 成功捞到乌龟, 这意味着饿肚子的日子得救了, 现在就差找水在找个地方安个家, 把海龟烤来吃住美滋滋了, 俩人挺兴奋, 围着那自然景走了过去, 继续往里探, 这俩哥们在荒野里可了好几天, 急需补充水分, 他们也数不清走了多远, 终于看到了不同景象, 裂兵似乎有片沼泽, 比尔发觉水是从地底涌突然的, 可能是泉水, 赶紧尝尝味道咋样, 清甜淡, 这正是他们要的好水, 俩人也不禁止一顿猛贯, 格拉迪突然瞅见乌尾丛里藏着船, 不管能不能涌, 都得过去看看, 才能把船拽出来, 露出了道缝, 修不了, 但拿回去挡雨还成, 最糟的是那边游只鳄鱼盯着他们, 虽然想赶紧撤, 但船还真不想起, 加速将船拖上岸, 鳄鱼正漫游游往这边靠, 这把比尔吓得不轻, 让格拉迪离水远点, 雨下得越来越大, 俩人躲船里商量咋办, 格拉迪还琢磨着用这破船, 向海岸前进, 比尔才不想跟鳄鱼在水里私混, 既然正能碰见破船, 附近可能有人, 格拉迪提议等雨停, 咱们就在这儿打呜, 比尔心里乐开了花, 看格拉迪终于明白稳妥点, 风暴一过, 比尔就找了个离鳄鱼远的地儿弄海龟, 格拉迪一次找合适的地方起个避风头, 打算弹点树枝靠在石头上, 再找点叶子, 差不多就能搭个小棚了, 这附近资源挺多的, 格拉迪搜刮起来挺轻松, 咔嚓咔嚓的庇护所, 眼看就搭好了, 趁比尔还能回来, 赶紧把火给升起来, 比尔心里不太愿意杀生, 但海龟太诱人了, 简单弄弄, 带肉回营地, 火堆早就准备好了, 他把肉扔火里去吧, 一会功夫, 肉就烤熟了, 两人早就饿坏了, 格拉迪直接动手, 大快朵鱼, 味道挺好的, 跟吃鸡肉似的, 两人计划, 明儿得把船补补, 继续探探周围, 昨晚吃喝的好, 惊着把船搞定, 除了看得见的裂痕, 他们细细查了查, 情况不算太早, 算是能修, 找块鹦物, 这套手都有金属丝, 用力一拉, 牢靠多了, 努力折腾下, 船终于补得差不多了, 就是不确定真化起来行不行, 两人小心翼翼把船流水里去, 船, 地外的稳, 倒没沉, 格拉迪是化了化, 感觉挺满意的, 比尔这下才赶上船坐稳, 现在就可以顺河走, 看能不能离开这, 不知化了多久, 船是漏了点水, 从体上没啥大问题, 面前分了岔, 比尔看右边河道水多, 那边看起来更好化到主河道去, 可一进去才发现水没啥动静, 感觉像狐, 只想掉头呢, 干净远出竟然有船有车, 鸡毛喊起来, 车主正好在附近, 这下好了, 两人终于能顺风车回家了,